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第二節,很多星,剛才還沒說完的星 雙觀星我們剛才講完,我們再去下一張雙觀星的工作 雙觀星設立工作,演藝,歌唱,繪畫,文藝,藝術性工作 利用口才的節目主持人,表演得很好,講話很好 從事業務的推廣,市場推廣,文學,劇本,小說創作,說服力 你講得出來聽不聽的,就不可以從事重複性的,單調性工作 要活潑,富於變化,富於挑戰性的工作,就適合相關星的人 好,這個有個問題,文師傅 一班相關星的人走在一起怎樣 一是,多數是互相比較 通常相關星多的人一起走在一起,互相比拼,比拼,鬥厲害 有良性有惡性,這個問題 多數是惡性的,多數是惡性的 因為相關星的人經常都要站在別人的前面 用盡方法要比人厲害 如果善用相關星的人,譬如一個例子 比較多的,比三個人做,這三個都是相關星的 我誰做得最厲害的就是有獎 這樣就會很好成績,因為三個都要比 以前邵逸夫是否專管這類人 我不清楚,我不是太清楚他的八字 不過從事一個這麼大的企業,他當然是他的方法 但是如果以管理一班,如果我覺得呢 如果一班藝員的話,即是演員的話 他可能會用印的方法 因為印的方法就可以制於相關星,讓他們不要亂來 這個就是循循善友啊,對你好好啊 但是相關星有一個壞處,就是什麼呢 就是你對他好少少,他湧傳相報 這件事大件事大件事 相關星的人就是… 所以相關星的人可能被人利用 因為你對他好少,因為他感性的嘛 他覺得你很好的話,他會真的赴湯到火 那這個是… 因為感性的人就是這樣的了 如果別人看出你的弱點,就很容易利用你 這個實際上也是的 所以有時候那些藝員呢,或者那些明星呢 其實為什麼有時候經常被人欺騙呢 他就是…他就是… 即是太過… 不是,那個感情那個… 那個… 感情分量太高 是啊 所以相關星的人很分明 是啊 這個就是他的… 那個… 又是他的好處,又是他的壞處 所以呢 你如果沒有相關星啊 你做這些是不聰明的 即是你演藝事業啊 或者你去說話啊 是不會聰明的 因為你一定有這樣的事 這類人又不是…不可以 lay back 即是不可以低調的 不可以的 他一定要出頭的 一定要出頭的 那我們講完相關星,我們下一步去食神星吧 那食神星呢 就是跟相關星是陰陽相反的 食神星呢,就反轉了 食神星呢,就反轉了 食神星的人呢,心思勢力,感性 樂觀開朗,聰明溫和 奉誠傳統,做事有耐心 不喜歡和人爭,矛盾… 不喜歡和人爭執,矛盾,重視協調 很喜歡協調的 食神星的人呢 我們經常都講 英文他講的就是 他是很situational的 他在不同的情… 即是沒有什麼原則的 那些人 他在不同的環境 他會令到那個氣氛… massage 到… 即是那個… 令到大家都會很… 很開心 他可能自己很不開心的 不過呢 他有這個技巧呢 令到大家都… 在一個很矛盾的情況之下 那麼跟這兩人做朋友的挺好的 好的 食神星的人是很正面的 是重情義,不計計較的 很擅長做長遠的計劃的 含蓄保守,趕道德,善言 善言,說話很厲害的,易得人和 兩三句就哄到別人 很開心的 交際手管靈活,不情緒化 對文學藝術,歌舞有天分 食六口腹街,有點自負 但是呢 有時候理想國高 二語言實脫節 那食神星的人呢 跟相關星的 是類近的 都是很厲害的人 不過呢 他又調出一個方向 他是一個溫和性的方向 溫和性的方向就是 他就是… 他表演都很厲害的 不過呢 他不算交做阿姨的 他不算交做阿姨的 你厲害嘛 你厲害 但是我仍然… 在阿姨裡 我發揮我自己的… 那這類是否適合做那些藝人的經理人呢 可以的 他是可以 其實這些人呢 最適合做通關 因為呢 他可以在很惡劣的環境呢 他都可以令到不同的Party 大家都可以得到 他應該… 覺得得到應該的東西 或者大家都想聽到 想聽到的東西 那這些人是… 那如果在政府來說 這些是不是適合做外交人 是啊 食神星 那如果是… 是比較強勁的人呢 做外交是很厲害的 或者… 食神星的那個工作 麻煩你 那先說 第一… 他喜歡服務業 因為呢 他在… 令到周邊的人 每個人都可以… 很舒服的 外交 業務接待 公關 公益慈善團體 就需要這些人了 因為你要… 第一… 你要令到別人… 捐助你 資助你 也要令到別人 不會覺得你很傲慢 如果你相關星人 去做… 需要別人捐錢 你會覺得你很傲慢 食神星不會了 很舒服 他可能會扔心口地回到家 但是呢 他當著你的時候 他會用一些很軟轉 很令你舒服 很遷就你的方法 去說服你 他有內心 服務性行業 他才藝啊 音樂啊 美術啊 美容啊 服裝設計啊 宗教家啊 全部這些 是偏向了溫和方面的音樂家 因為… 食神星和雙公星都一樣 他表演是很厲害的 不過呢 他就不是很… 很出的 因為有些… 有些表演者呢 你覺得他很溫和的 尤其是那些… 可能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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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這樣說的 就是他… 他甘願於… 不是做第一個 他可以在背後 發揮自己的光彩就可以了 他滿足的 有歌聲啊 善用他對藝術文學的興趣 那…食神星的好處就是呢 食神星呢 通常的人呢 對食物都很厲害的 所以食神星多數都是適合做食物的 廚師啊 餐廳啊 美食家 食神星 食神星他的性格 一般來說呢 食神星在現代社會都是好的 他… 如果你這樣說 他那個味覺都很強 很強的 很強的 食神星的人是有食鹿的 就是我們所說的 所以通常食神星強烈的人 通常都肥的 哈哈哈哈 通常都肥的 通常… 我認識一個是這樣的 我認識一個是這樣的 通常食神星的人都是肥的 因為他… 因為他… 不是… 他有味覺的嘛 他肥了才能吃 他有味覺 他真的可以分辨得到 什麼是好 什麼是不好 我爸爸經常跟他說 你牛罩買了單 你不懂得分什麼叫好 什麼叫不好 他真的… 很少的味道 你會覺得有些要拿些什麼 不是 那個鑑賞的能力很強 是啊 這些就是… 而且食很多時候是來跟一個視覺 就是藝術合起來 是… 所以食神星就有藝術的天分在裡面 這個也是… 是… 事實來的 所以食神星在古代來講是好的 在現代來講都是好的 跟食神星做朋友 的人做朋友呢 很好的 你不會覺得不舒服的 因為他… 這種人性格的人呢 他很願意付出自己 去遷就你的 去遷就你的 但是… 吃神星跟相關星星一樣 都是敏感的 那所以呢 他遷就你之餘呢 他回到家裡覺得好不開心的 不是 他因為他… 感覺到的線索 所以遷就你而已 如果感覺不到就不用說遷就而已 所以他厲害的 問題就是 他自己… 不懂得自己把自己的… 硬化程序 這個是… 他的… 敗北 都是剛才那句 就是遇到這種情況 都是… 在宗教上 特別是某些宗教 他都會給到一些幫助來的 是啊 所以… 食神星 在現代和社會 都是一個好的星 我們都很喜歡遇到這些人的 舒服 而且他們都是厲害的 因為食神和相關 都是表現自己的才華出來的 都是厲害的人 而厲害得來 他是對你沒有傷害的 簡單一點說 有時候 你做老闆 或者你做上司 下屬很厲害 厲害得來令你很舒服 跟厲害得來令你很不舒服 都很大分別的 是… 是… 真的… 你得來令你不舒服 就功高蓋主 頂住了 都看你不相信 但你得來令你很舒服 你會覺得很疼這個人 所以這些人就是… 分別就是這裡 所以相關和食神的分別就是… 相關呢 是很Sharp的 食神呢 是很低調的 令你舒服的 兩人不同的性格來的 當然來說 如果你說去到一個… 天王巨星的 一定要有相關星的 一定要有相關星 因為它是Sharp的 但如果你說你… 剛才所說的六頁 就錄食神星就對了 因為它是願意付出的 是… 我們在… 演藝界都說一下 甘草演員 是… 但那些就做長一點 是… 可以做到尾 因為那些… 坦白說 你太Sharp 人的高峰 就自然向下 因為感性那麼厲害的人 他跌下來的時候 他就會自暴自棄 而食神星呢 他是不是像一些放煙花 相關星是的 一爆出來真的很厲害 但是你過了那個 通常你都… 有些… 捨一想的就是… 貴人咯 不捨一想的就可能… 轉型呢 或者你做些其他事情 或者心理上調節自己 他容許不到自己 跌下來的那個… 那個…那個感覺 人家的目光 他頂不住 但是食神星就不怕 食神星呢 他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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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的本分 所以是… 不同的東西來的 所以… 大家的… 取態不同 如果你說… 演員來講 你爆出來的時候 你會賺很多錢 因為你… 那你吃神星的 你賺不到那麼多錢 不過你可以… 長 所以視乎你自己… 怎麼走 那這個是食神星的 那下一個星呢 我們就講… 劫財星吧 劫財啊 劫財星 劫財星 通常呢… 劫財星是透天干的人 劫財星第一 口才好 是反應快 反應快 懂得製造氣氛 善於見風轉陀 有優異的應變能力 劫財星的人很懂得製造氣氛的 很懂得製造氣氛的 但並不代表… 並不代表她是一個… 容許到這件事發生 她不像食神星 她會製造氣氛 但問題呢 她爆出來的時候 她自己也是一個… 難相處的人來的 因為性格上呢 她很矛盾的 她外表樂觀 但裏面呢 多仇善感的 劫財星說的話 她會… 其實自己很不開心呢 她假裝被你看得很開心 對人歡笑 但這些人呢 就很難忍的 因為她一爆出來的時候 她就… 她爆得很厲害的 她為人很爭鬥 爭強好鬥的 很爭強好鬥的 明患不靈 喜歡說謊 還有呢 就… 打一種… 充半… 要面子 裝模作樣 我們叫做裝模作樣 就是說沒有那麼多東西 沒有那麼厲害的 就裝得那麼厲害 金錢不善處理 投機心態 但劫財星的人呢 有一個很大的矛盾 就是她呢 就是什麼都要爭的 她的爭呢 就跟雙觀星不同的 雙觀星呢 她厲害得來爭 而劫財星的爭呢 就是她什麼都爭得一頓 有些人呢 簡單地說 有些人 很奇怪的就是 你說什麼 她又認不厲害 她說什麼她又認不厲害 她說什麼她又認不厲害 她說什麼又認不厲害 她不是那麼厲害的 她是你兩頓都是穿的 有時候你認識東西的話 你講得兩講 你不知道她的 但是為什麼這個星這麼負面 坦白說 劫財星呢 是負面的 即是 如果以孤代來說 是一無是處的 一無是處 她唯一一個 唯一一個好處 或者是她的工作 麻煩 她的好處就是 因為她喜歡爭 所以如果你去做競爭性的事情,他可以投了很多心機去做 劫財性的人通常都是要付出勞力的,要付出勞力才去做 比如運動員、運動器材、粗重的工作、工業器具、製造廠、勞動、漁業、打魚、軍人、警察 那些全部探險,全部都需要勞動體力和激烈的工作去做 這些劫財性的人都是容易從事投機性的工作,好像賭博那樣的 因為其實劫財星在十神星裡面來說,坦白說 是這麼多星來講最沒用的星,是最沒用的 唯一方法就是如果你是需要人幫的時候,他會幫你 但是他會幫你令你很舒服 但是我們也這麼說的,就算你聽到自己是劫財星,你看有沒有其他星 沒錯,這個不單單是劫財星,但是劫財星 如果是善用劫財星的人都有它的好處,因為他喜歡競爭 他喜歡體力競爭,所以有時候如果你想找一些 比如運動員,操縱工作,比如消防員 這些探險,或者舉重的教練,他是適宜的,在現代來說 其實如果善用的都有方法去善用 不過他是趨向於粗礦型的工作,就不是這麼細緻的工作 這是他的特性 最後我們要講一講就是比堅聲 比堅聲在性格上光明磊落,臨時果敢 敢作敢為勇於接受命運挑戰 愛猶耐光,吃軟不吃硬,不服輸,行事多以自己為中心 比堅聲有一個特點,就是他什麼都要追求公平 在他來說,你只要令他感覺到公平,就可以了 但如果令他感覺到不公平,他就會跟你撐到行 所以這個名字都給你這個感覺,比堅 就是並排而行的,你千萬不要打算找他笨 找他笨,他就會對你沒完沒了 但如果你跟他說,你做這麼多,我就自然給你這樣的commission 你做足的話,他就會很落力去做 比堅聲的人,自尊心相當之強 他不會屈服於濟爪的,你打算用強權壓迫他,不行的 他一定要公平,總之我是這樣 你只要做適當的方法,對付我 號管閒事,比堅聲,總之要公平 什麼都要公平,人家不公平的,他都要追求公平的 所以號管閒事,有組織力,輕材好友 因為他追求公平,人家有難,會幫,會幫的 凡事,會兩力而為,不做非分的事 這是比堅聲的性格,是正面的 你不要給我那個職業看,我一看就知道,應該做什麼 做法官,做律師 都可以的,可以去職業 他這個就是自由業,服務業 下面都是武師護衛探險家,主管等等 議員,這些全部,這些是他公平就可以了 自由業就是我做一件事,合夥公平,企業管理 人力資源公平,如果你是一個大企業 你需要一個處事公平的人,你可以找比堅聲旺的人 做這件事是對的,亦都是一樣 比堅聲的人都是努力,體力都是很好好的 可以做武護衛,探險家,主管,屬於武職 勞動性的工作都是可以用比堅聲的 比堅協裁性都是適合體力型,操控型 總之,比堅聲的人不可以對他不公平 所以他做比賽,運動員比賽都是可以的,因為他最後公平 這件事是比堅聲的性格的人 坦白說,比堅聲的人,如果你和他合作的話 做生意也好,什麼都好,他不會找你 不過有時遇上這些人也挺嘔吐的 凡事跟你跟跟跟跟,你很拿命 所以凡事兩面看,如果你說你請了一個職員 他簡單來說,你要加班,他不是說,沒有錢的 那你真是激氣的,沒有人的 因為這些性格,你善用的就好 他什麼都拿到,即使他幫你OT,幫你加班也好 他會暗暗沉沉,他會覺得不值 我加班,沒有錢,這樣,那樣 即是他付出多少,拿回多少 是的,他什麼都在說要公平 我總之,你說明做到五點半而已 你現在叫我做到六點半,加班 這個就是比堅聲的特性 你可以這樣說,如果你要做好辦的話 有時遇到這些員工都幾激氣的 尤其是如果你做一些小企業 因為小企業的制度不健全 因為我兩樣都做過,大企業很簡單 什麼都講規章,尤其是美國行 即是好像寫法律一樣 這些人就舒服的 是的,跟著Fall the book 總之那本書是這樣說 那本書是這樣說,我就這樣做 但是,如果香港來講,我們做事呢 坦白說,如果小企業呢 他都是講那個高,或者你的工作完成了沒有 就不是講你做多少工事 做工事做不完都是沒有用的 所以就是,我們經常都講的 你究竟是那個 不是看結果,不是看過程 不是講努力,是講面修 這個就是我們常常講 如果你說,你經常講,我給了很多努力 那你沒有結果出去 這個是,在老闆來講,容許不到 哦,你打了十個電話 打不通,我打電話就完 這些我又遇過 即是你跟他說,那件事還沒做完 他就說,我做了 即是大家的理解很不同 我想說那件事,做了結果是怎樣 你跟我說做過程是怎樣 所以就是,你做了 其實裡面的背後的意思是做好 你不是說,你做了做得不好 那也不是叫做了 因為我們所講的 這個underline meaning是不用說了 我叫你做這件事 是代表要做好這件事 我遇到這種情況,我要說完這件事出來 即是你講得很清楚 我要什麼,我要什麼,什麼 那很難說的 有時候剛才說這個 是不是比堅聲 其實不是比堅聲 因為那些人是想推銷責任 那你說比堅聲 那我覺得如果真的是這樣 其實就相對比較簡單 因為你說清楚你要什麼 那就OK的了 沒錯 只不過問題怎麼出來 就是你表達得不清楚 都,你可以這樣說 對的 因為其實如果你說 如果我們坦白說 如果我們讀玄學真的學識的 你知道地方的性格是這樣的話 你去處理這些人 其實是容易的 你知道他是這樣或公平 你便令他感覺到公平 感覺到公平 不是,實際可能不公平 你感覺到公平 哪邊就是這樣 就是我一視同人的 他覺得公平的時候 他可能那個反彈力會小一點 這個是要是 你懂得用 有些人簡單來說 如果你明知道這個人是相關性格的 你就是 今次拿出這件事 你自己是下風 你不要出去談判 你就不要找一個相關性格出去講 不是三句說話 就得罪人 這個 但相反來說你是強勢的 你出去談 就事半功培了 因為呢 就視乎你自己 即是你當你知道 十神星的性格的時候 你要善用這幫人 怎樣去處理這件事 很明顯的 因為如果你說 你問一個 十神星的人出去 做一個公關 你肯定是成功的 你問一個相關性格的 做一個公關呢 很容易得罪人的 你要善用這些人 但是那個情況 就很難搞的 為什麼呢 他這個相關人呢 你第一個感覺就是 他出去會 很容易會 很容易會 尤其是你不熟悉這些 很容易會在這部份 沒錯 因為你直覺就是 這個人出去就 飆青 那就好 所以 很多學生裡面 很多都是主管 他們都是 學的時候 他們經常都會問 請人是怎樣最好 學習這件事的時候 就是 簡單地說 我們先不要說太遠 你首先明白自己 是什麼性格 你想一下自己 我究竟是否有相關呢 我自己是否比堅聲呢 但是這個也很難的 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為什麼說 對自己的了解這麼難呢 就是 原因是 你不想面對自己 那 很多人很怕照鏡 那 那就難成功 坦白說 如果你想成功的人 我們 中國都是說 你三省不新 你要反省自己 蘇格雅大講講 know thyself 是啊 你起碼要自己 就是你自己 清楚 就是你第二個 所以你剛才說 有一個我覺得都幾深的學問 就是 要了解人 首先要先了解自己 是啊 你 沒錯 你清楚自己 你起碼有時候 你自己知道自己 有時候你講話是可不責任的 你清楚自己 還有很多時候 會將自己的問題 投入在別人身上 譬如你自己 我剛才你說過一件事 譬如 譬如 例子就是 我以前有一個主觀 他不懂得看Excel 他不會將問題 放在自己身上 他會將問題 轉移給你身上 他會說是你有問題 是啊 這些可能就是印 他就把性 蓋住自己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遇到這類 他看問題 就會 和看人 就很有偏差 是 這個 我想 譬如說 這個占卜 這類人 就不適宜做 他有這個緣分 但做得不厲害 可能說 他記性好 他記性好 但是 如果他不能夠 坦白說 做占卜 做圓學這件事 我們需要有印星 也需要有相關星 相關是實實性的 還有剛才你說的 就是圓學裡面有明星界 是啊 一定是相關星的 因為你 你銳利 這個肯定是 有明星界 有有有 如果這類人 會不會影響他 看事物的 那個 那個 那個正確性 這個視乎 分兩層次 第一件事 是明星的 和 厲害 兩回事 對 不等於的 有些是明星不等於 不等於厲害的 這個要很清楚 有些明星是厲害 即是原來一個厲害的 那些人 首先要去清楚自己的特性 如果我們在我們這行 即是原學這行 你要認真了解 有些人是專門說一部分 當然了 說你都說出來 都可大可小 而且他知道自己強於哪裏 他會掩飾自己弱的地方 變成他講一些強的地方 他多數都不會錯 但如果你說你不清楚自己 了解自己的話 你什麼都要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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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剛才說明星和厲害是兩回事 那他包裝得好 那相關星是包裝得好 但是師傅有一個 我們整個都講了兩句 剛才說 官人 看人 如果你完全都不知道他生神八次 那你怎麼聯想我們剛才的星 就要看他面相 還有一個行為 當然我們不能夠看八次的時候 就官乎他的行為 做事、說話的方法 他講得慢 他講得很穩陣 說話很穩陣的 多數是證故聲 說話大聲甲無准的那些 七殺、劫財這些 說話很溫文意雅 不得罪人 說這裏有食神聲 說話很尖酸刻薄 相關聲 這些說話正財聲 很正直的 不說別的東西 不多說別的東西 不說閒話的 做事就做事 偏才聲很圓滑 左右都 天籃你幫什麼都說 這些可以從他的談吐去瞭解 感覺到這些人是什麼性格 偏向於什麼性格 知道他什麼性格 但是聰明不聰明就要看他八字才知道 這樣 剛才大家都不需要過分擔心 因為看你那個名格 還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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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我所說的十神聲聲教 只是說了你最出色的那顆星 但是出色的那顆星 都有分開向好、向壞 還有周邊的那顆星是互相牽制著的 就是我們教學一樣 我們只是講到一個最理特點 實際上呢 坦白說人是複雜的 很少人呢 很少很少人呢 是只有一個顆星的 通常都是互相制衡著的 所以為什麼壞人不會整個街都是這樣 因為你世上都是萬宗無一的 千萬宗無一 就是窮窮極惡的人 所以是互相牽制著的 一般人都是中庸的 坦白說 這個就是心理學上的Bell Curve 所以是集中這個Prosion 因為唯一突顯十神星 我們就講得比較誇張一點 就是要等到大家很清楚了解 因為你教學一定要這樣做 如果我過都是爬到平均 就不出那個性格 變成我們講星的時候 當然有少少尖銳化了 實際上人是不善自一顆星的 是拉雲來計的 多數人 是不是說 多數人都是有負面 有正面的 絕對不會說 單是負面 或者單是正面 是不會的 所以大家也不需要太過戒懷的 好 這兩週都學到很多東西 我們下個星期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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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